Excel的篩選功能 在做資料排序的時候呢,需要把 資料選起來全部選 如果做篩選就不用喔,只要選欄位就好了 好來,我點篩選 那當你點下去的時候,就啟動篩選功能 這樣就表示有篩選 那什麼篩選呢?點這個箭頭就可以使用了 那我現在剛剛是點的是國文,對不對 他會把國文這裡面有的分數全部 每一個丟出來一個,譬如說有兩個95分 他只會出現一個,他不會出現兩個 各位看一下,從這裡 你瞄一下吧,不會看到兩個95分喔 他會從這裡面,如果有相同的,各位保留一個 那點下去,全選就取消了 老師我只想看95分的 那就看到兩筆資料 那我們再放大一點看看 這是有篩選功能,你沒有用 如果啟動篩選功能,就會變漏斗 對不對 老師這個是,喔這個喔 再把它取消,點這裡呢,可以點哪一個 刪除國文的篩選 那成績全部出來 那這個是,來 老師我想看的是國文 85跟75的 你可以勾幾個就看幾個 只要85跟75就秀出來 不要再展開來 75跟95,sorry,來這個 你看這兩個數字喔 來 那你會看到嗎 在電腦世界有打勾表什麼 我現在想看這四個數字 其他不要看見 喔,這最基本的你會了 點這裡就是全部秀出來喔 所以點這裡呢 當它是這樣也就等於取消篩選了 好來 可是老師我想做條件篩選了 我的分數是什麼 請你大於90分的 就出來 大於90分的 大於等於90分 在這裡打 大於等於輸入90分的 也就是90分以上的才秀出來 這是給設條件 那國文也要喔 喔,國文有了 數學也要喔 數學也要大於等於95分的 90分好了 所以等一下會把這兩個人篩掉 因為呢 他們兩個數學只有86、84 來 我同時可以啟動好幾個 一樣在這裡下條件 大於等於 也打90 所以只會剩下兩個人合格 你看見嗎 喔,國文跟數學 物理這 英語這兩個也是這個 如果在大於 物理再大於等於90分就沒人了 你看見嗎 所以呢,我們同時下了兩個條件 篩選可以給很多條件喔 喔,如果不要的話 兩個方法 第一個 點這裡或點什麼 全選 老師怎麼沒有全部出來 因為這邊被 條件這裡有設條件 兩個都刪掉的時候 當你點這裡叫做 全部都出來 來,先練習一下 這個是 單獨內容篩選 這個是 下條件的篩選